作词 李宗盛 一贩为恩 千金为仇 伯极成喜 爱众成仇 这个一贩为恩就是指的一贩之恩 我们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 就是说汉朝的韩信 他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贫穷 穷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每天吃饭都成问题 后来他去外面 每天都穷得没饭吃 只好到河边去钓鱼 但是这样呢 也保证不了每顿饭都能吃得上 所以在河边钓鱼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嫖母 这个嫖母就是专门在洗衣服的一个妇人 这嫖母看到韩信真可怜了 一个大男人就又每天 也不知道靠什么方式来过活 天天都吃不上饭 他就非常的同情他 所以呢 就给他送了几餐饭 让他解决啊 远前的困难 等到后来韩信 他呢 受到重用之后 因为他本身是很有军事的才能 所以呢 也是辅助这个汉高祖啊 肯定了天下 后来呢 他就啊 这个非常的发达的时候啊 就用千金的报酬来酬谢嫖母当年给他的恩惠 这是说一范为恩的这个故事 而千金为酬呢 意思就是说啊 有的人 你用千金送给他 送给他非常丰厚的这些 报酬也好啊 或者是馈赠啊 也好 但是当你稍微做错一点点 他反而呢 就生起了怨恨的心 甚至把你看成是仇人 搏吉成喜 这个搏吉 这个意思就是 轻视 搏是轻视 冷淡 吉呢 是到了最高的程度 搏吉成喜 爱众成仇啊 所以蔡根坛当中说 千金难解一时之欢 一范尽至终身之感 改爱众反为仇 国己翻成喜啊 那么我们就看到 过分的宠爱 反而容易呢 变成仇恨 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 哇 那个现在说 现代这个时代出 孝子孝孙啊 是倒过来讲的 就是父母孝孙儿子 那个祖父母呢 孝孙孙子 全家人啊 都溺爱啊 这个小孩子 把他溺爱的 不同体统啊 那么这种 溺爱 跟这种恩情呢 这个小朋友 他不一定会领受 有的时候 一点小小的不如意 反而呢 就跟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长辈啊 反目成仇 而有时候 我们受到一点点的恩惠 反而会对人感激不已的 其实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 都是一种 人情世故 让我们了解 人心 所以这句课文呢 我们把它简单的解释一下 就是说 一饭为恩 千金为仇 就有的人 就有的人 你让他吃一顿饭 他呢 反而对我们 是感恩不尽呢 而有的人 你让他天天 吃山珍海味 给他非常好的供养 他不但不感恩 他觉得这些 好像都是理所当然 你应该这样子对我的 那么即使用 千金来 馈赠给别人 就是说 这种恩德是很重的 可是当你呢 稍微做错一点 反而呢 他又会来怨恨你 会责怪你 甚至于啊 当成了仇人 所以搏几义成喜 爱重成仇啊 如果平常 你对他不重视 或者说 这个很淡 这样来对待他 那么在有 有时候 比如说 他特别需要的时候 你给了他 一点点的帮助 而他呢 可能还会对我们 感激不已啊 而当爱一个人 爱到极点的时候 也很可能会 翻脸成仇啊 所以我们在前面 跟大家分享过 在文昌帝君音质文里面 记载着文昌帝君 在汉朝时候的那一段公案 你看 欺负人和他的儿子如意 如果不是当年 因为皇上过分的宠爱 那么吕后怎么可能 又会这么嫉妒他呢 所以你看 他后来所遭遇的这种 暴富也好 灾难也好 那么最初呢 却是因为皇帝 对他的宠爱 所带来的 那么我们之前在北京 学习这个弟子归的时候啊 曾经在网站上呢 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平常呢 妈妈对他非常的疼爱 可是有一天呢 因为跟母亲吵架 这个小女孩就很生气 所以啊 就离家出走了 那么他在街上游荡的时候啊 这个天色已经晚了 他的肚子非常的饿 但是因为跟妈妈吵架 他又不愿意回去 这个时候呢 在路边 有一个卖面的老板 看到这个小女孩 很可怜 没有饭吃 所以啊 就给他煮了一碗面 结果这个小女孩呢 眼泪就流下来了 就觉得 这个老板啊 怎么会对他这么好 那么老板就询问 他为什么一个人在外面游荡啊 结果这个小女孩就说啊 他说 我跟妈妈吵架了 他说呢 你看 你 你这么好 还能够给我这碗面吃 而我妈妈呢 竟然 这么狠心 来对待我 那么老板听了小女孩的 哭诉之后啊 就开导他 眩眠他说啊 他说 你看 我只是给你一碗面吃 你就这样的感激我 可是你的父母 你的妈妈 这 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 不知道给你煮了多少碗面啊 你却一点都不感恩他 却反而还怨恨他 他说 你这还像个人吗 结果小女孩听了之后啊 就哇哇大哭 非常的后悔 于是呢 他就赶紧呢 回到了家里 跟妈妈认错 结果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呢 就看到妈妈 站在那里四下的张望 然后 非常着急地跟他说 你都到哪里去了 妈妈把晚餐都煮好了 你赶紧进来吃饭吧 所以我们看到说 其实对于子女啊 确实不能够过分的宠爱 过分的恋爱 要让他呢 从小啊 能够吃一点苦 他反而懂得啊 这些一丝一礼 一周一半 都是来之不易啊 他知道人生 生活在这世间的辛苦 父母亲 要养家活口的艰难 他有这种体悟的时候啊 他自然呢 就能够生起一种感恩的心 而不会觉得说 父母给我的恩德啊 都是理所应当的 那么久而久之呢 他就感恩的心呢 就没办法生起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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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